掌聲,歡迎他們今天回到母校 我首先交麥克風給朱子民同學 講關於醫科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好,我叫朱子民 我的英文名叫Lavelle 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名字 我現在讀4th year medicine 我比較奇怪,在 Monash, Melbourne 那邊讀 不是一條很正常的途徑 我稍後會慢慢告訴大家 我的腦袋是怎樣讀的 正式開始之前我想說 其實坐在這裡 我曾經在你們的這個位置 經歷過你們的這個階段 我知道大概有三種人 第一種 你早就想好了有些想讀 Medicine 可能因為你家人很慕容你去讀 可能你自己被其他事情經歷 你很想讀 Medicine 第二種 是你50-50 你對他有點興趣 但是你不肯定 或者你覺得自己應該讀不來的 或者你只是對生人有興趣 或是三婆 第三種 就是你根本完全沒有興趣 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如果你是第三種 基本上你可以閉上眼睡覺 你又不要吵到你旁邊的兩種人了 另外那兩種人 在這天和其他的seminar 是會有很大的得著的 所以我希望這兩種人 就是給心機聽 其實你們是很幸福的 我其實想起我小時候 在讀的時候 我好像是沒有這種career talk 又或者可能 他不是強迫你一定要去 我自己沒有聽過 或者我沒有留心聽 所以我是到很大 才醒覺 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你如果是頭兩種人 那你就很幸運 給心機聽聽 所以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作為一個醫生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先說吧 我自己覺得 就是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做到醫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們讀到一個很難的科 出來學到很多東西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幫你聽一下心 在做的所有事情 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其他同學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對醫生的職業 你有什麼看法? 沒有人敢講 不要緊 其實我都不敢講 那這裡 很多人對醫生這個職業的看法 不只是說救人 會覺得 賺到很多錢 這份工作很穩定 就是可以賺到大錢 賣屋 又不會那麼容易被人解僱 然後左下角那些 你們最喜歡的 現在forn free 是不是 有誰在拍拖的舉手 確實沒有人舉手 誰沒有拍拖的舉手 哇 哇 哇 這應該很多人在說謊 是啊 那就是 其實我為什麼放這張照片出來呢 哇 有人輸了 謝謝你們 很好 那 為什麼放這出來呢 我其實想告訴你 這些不是很假 也不是很真 就是說其實這個行業 你出來 你想怎樣發展 其實你真的可以選擇 你喜歡榮華富貴的生活 你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 好像右邊那樣做一個很厲害的 professor 繼續教很多其他的醫生出來 好像急症室那樣在救人 是很闊的 不要覺得Medicine 選了 就只是一個醫科 很 narrow 其實你是有很多其他科目可以選擇 我一會兒會再講多些 那我大致方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講一下 就是作為一個醫生 讀Medicine 這些科目是怎樣的 第二部分我想講少少自己的東西 那不會太沉的少少而已 就是讓你知道我的條路是怎樣走 作為一個reference 還有一部分就是講 NBBS 就是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Surgery 這個科目 這個六年的 course是怎樣的 那首先呢 就是你經常聽人講 讀醫讀醫 Medicine 其實Medicine 就分了Medicine and Surgery 和Artist 那Medicine 就是你講的內科 Surgery 外科 而Artist 就會好像急症室 其他沒有classified 進去這兩個科目裡面 那讓你知道一下 就是你經常聽醫生 大部分人的impression 都是你去看GP 就是那些階症 跟你做一些無聊的事情 然後又收你幾百元 開一些沒用的藥 那樣給你 然後又說去急症室 等整三個小時 那些 那你看到的Medicine 那面是很 narrow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內科的一天 那你要七點半開始準備 八點 Round round 即是說循訪 就是你要看你的病房裡面 那十幾至二十幾個patient 看看他們的進度怎樣 那就會是一個team 就是有最高最senior的醫生 領著你們一個六至十人 depends on your work 這樣的team 那樣去跟診 看看patient進度 看看他們什麼時候走得 什麼時候好 這樣 接著之後 Clinic 就是說你們有時候 有些同學有病 那你不看街證 你看回政府的話 又是進去等很久 這樣見醫生幾分鐘 那些Clinic就是這些 然後你還會有其他事情 就是可能有些department meetings 訓練那些 但這些其實我都不會說太多了 因為對你們來說還有些長遠 但是給你大概知道 一個醫生 on training 的時候 就是除了街證 在醫院的時候 training 的時候 一天的生活會是怎樣 那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你越 junior的時候 你要做的越多 我七點半的 preparation 你七點半開始做了 那就是你六點幾天起床 就要開始回來的 然後你五點幾天之後 你完結Department meeting 你又要繼續可能巡訪 繼續幫醫生收拾手 基本上你可能都 沒有七點八點都走不了 然後還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on call 你也聽過on call 36 小時 那on call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回完一天之後 那醫院晚上不可以沒有人 那你就要輪流 就是留在這裡整晚看著病人 那所以你一個月可能 我忘記香港是怎樣的 就是可能譬如一個月 你要按四次這樣 就是你有四次 你要整晚留在醫院的 然後第二晚是直落的 那所以為什麼 圍著個鐘這樣轉三次 36小時這樣 就是這樣來的 是辛苦的 是很intense的 那內科 你也不用知道這些字的了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你想得到身體 任何一個器官 任何東西都 有一個專科在 內科的專科 再細分 外科 怎麼為之外科呢 剛才還沒說 內科其實就是食藥 那叫做內科 外科就是外面切出去的 那所以所有東西 involved 切 做手術的 就叫做外科 那你見到 六點半你已經要訓練了 還早過Medicine 我不知道 有這個culture 那 Surgery 一向被人的感覺 都是更加intense 那你要更加早起床 就更加開始早準備好這些東西 然後其他東西都是similar的 但是不同的 就是你九點開始 你進入你的手術室 Operation Theater OT 就在這裡做手術 當然了 你 junior的時候 是很少機會去接觸 真的做手術 下手下腳 要做上去 好 senior才可以做到這些位置 又是 Surgery 有很多不同的細分 接著 Artist 就是我剛才說 例如急症室 就沒什麼分進去 接著其他眼科 你看到的內專科 Dentistry 另計 就是牙科這個是另外一個course 那 對了 So far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那 我想很多人都會想再問多些 那究竟到了你真的做了一個精神會 會怎麼樣呢 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覺得有什麼好處不好處 Extremely Rewarding 我不知道怎麼譯 Rewarding 這個字 但是就是說 你 無論你本身中不喜歡幫人好 只要你一開始幫人 其實你會很享受幫人 就是 這句話聽起來 我自己聽起來都覺得很厲害 就是等於好像你interview 問你 Why do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Because I want to help people 其實聽起來真的會覺得是一個好行的答案 但是其實ultimately 你就是最享受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選擇了這一科 因為你幫到別人的時候 別人對你的答謝 這種東西不是錢買得到的 knowledge 你讀得這一科 你讀上去 你會是 就是society 裡面 比較懂得多的一件事情 這是一件事情 你可以享受的 因為你這個knowledge 幫到別人 幫到自己 就是你親戚朋友 家人有病的時候 你是第一個幫到別人的人 respect 當然別人都會尊重你 你對別人好 幫到別人 這個大家都會知道 那friends and teammates 就是說你在一個 醫院的時候 其實大家在幫對方 你可以有一些 因為課程其實很長 讀六年之後 你又有很多訓練 那你有很多這些 身邊的死黨 就不會說 畢業之後就各散東西 這樣 那接著還有 love and empathy 就是說 你做下去的時候 你自己會發覺 你越來越多感情 因為你 你更加 唉 我自己說出來都很亮 你更加珍惜生命 因為你真的會看到 很多人在我們這個age 我們可以健健康康地坐在這裡 但其實有很多人在 suffering 有很多人在醫院 不能上學 就是可能在座 都會有些人有事 有些長期病 有些人會繼續看醫生 你會明白這種感受 那你就會 就是越來越懂得關心你身邊的人 Lifelong learning 這個就真的很重要 就是不是說你讀完畢業之後 你就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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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路做 一路去選擇你的專科 你雖然是 就是叫做 有收入 有在打工 但是你一路有training 你一路要接受上更多的課 更加多的考試 去考到你想進入專科 那麼 challenging 就是固然之的 就是 我還沒進入這科之前 你哥哥跟我說很辛苦很辛苦 那我覺得有多辛苦 那你辛苦的就是你瞎一下書 但是你不會想像到有多少書要讀 就是 那個要讀的 amount 對比起中學 其實真的差很遠 那我等一下會再講多一點 讀書那方面 然後權力和金錢 這件事情 就真的我不太想講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享受 那你 那你辛苦完之後可以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 money 這件事情而選Medicine 那我就勸你真的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會賺到很多錢 你會賺到一個 stable 的錢 但是你怎麼夠 就是做大事做生意的人 還有如果你把 money 變成一個 motivation 你每天你的 patient是什麼 你的 patient 就是你賺錢工具 那你每天就是想在他們身上 多拿些錢 我覺得這個 moral 其實很不對 其實不可以是做你上讀 Medicine 的原因 那有什麼不好呢? 真的很辛苦 就是physically 這個 demand很辛苦 你可能會經常不夠睡 真的要自己抽時間溫習 你 mentally很辛苦 你少了很多時間去和你的朋友玩 打遊戲 拍拖 然後 然後 stressful 就是跟剛才說的差不多 burn out 就是說你讀讀一下開始沒有心的東西 可能一開始很有興趣 但是你讀讀一下發覺 哎 一條路這麼長 為什麼身邊好像每個人都比我厲害 你一定會有這些時候 但是 這些 again 是一些你一直成長 你會學到怎麼去 overcome 的東西 I don't know 就是說其實我不是想到很多不好的東西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這科 很有興趣 我才會選這科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喂你讀這科很辛苦 你是不是瘋了 日讀夜讀 我真的可以讀十幾個小時 在這裡全日不出家 他覺得我是 他覺得我是變態 但我跟他說其實我是真心在享受別人的 所以就是你選這科的時候 大前提就是你要發覺你是享受 你喜歡裡面這個 knowledge 你喜歡學到這些知識去幫助別人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會覺得你是一直在考試 一直在考試 沒有意思 那不可以 還有 money 和 power 也是不好 就是當你做上去 你發覺 喂 例如有時候做整容科醫生 不斷醫院幾針 可以收十幾萬 你真的很常人 你可能真的會覺得 不如我 即 越收越貴 開私家診所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麼多 中環私家診所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我只是說他們收得很貴的時候 那麼打了一些有錢人生意 可能會 可能會上了人 你就會變了 最後錢 變回你的 motivation 這樣未必是一件好的事 有什麼 qualities 那這些 自己 interview 我好像不用 personal statement 好像是靠成績 那博國那些 就要寫一份你自己的履歷表 那你就寫自己有什麼 qualities 有什麼素質 質素 去變成一個醫生 但是我想說 你做一個醫生有很多專科 每個專科需要的專長都不同 需要的性格都不同 但是最重要的兩件事 真的是 好像我剛才那樣 你要有興趣 你要狠捱 你要預料 你要 sacrifice 你要犧牲一些 你平時玩的時間 這樣 我很坦白說 我中學好像你們的時候 我中三還沒開始 我遲一點點 我犧牲了很多 其實 我一會兒會再講多一點 對 那我現在說 這個是我的名字 那 我就想讓你看看這個樣子 所以我呢 染了金毛 為什麼我把我以前那麼MK的照片出來 其實想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 我不是那些 家裡教得非常之好 或者很有錢 或者一條路很直的人 我小時候都頑皮 我從1到3到4的時候 其實是最頑皮 最反叛的時候 就是 這個染金是之後的 我都覺得很噁心 我現在看回他們後悔 但是 那段時間是很頑皮 我完全不讀書的 就是 日日放學 我只是想 跟朋友出去哪裡玩 不會想自己的前途 但是我想告訴你 不是趕不前 就是你不要覺得 你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就等於你做不到 我以前很多事情以為自己做不到 我被人 push 過之後 我試過之後 就發覺原來自己行 你就會對 考得好 或者對成功這件事情 上了人 你就會肯 有一個 motivation 去做下去 那 我在 St. Louis 讀到 就讀到 Form 5 就是小學 小學中學都是一直在讀的 讀到 Form 5 之後就去了英國 那 Form 2 和 Form 4 為什麼我想大家看呢 Form 2 應該是我最離譜的時候 玩得最瘋的時候 好像考過全班尾二 如果沒有幾次 總之是三十多四十那些位 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人會覺得 就是我那時候是 出名 有些師兄覺得 哎呀 這個MP仔 頭髮遮了眼 真的很出名 又沒有禮貌 那些 然後 個個都看死我 不行 那我去到 Form 4 看看這裡有沒有長頭髮遮了眼 沒什麼 那都不錯 大家 那 那我去到 Form 4 的時候 我 就是因為有很多其他因素 我就無緣無故開始讀書 那無緣無故 就讓我考了一個第二班 那我不是說囂張 而是說 我是告訴你 原來你肯讀 有些事情你不試過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假設自己不行 我不是一向都考開這個名次 那就是這樣 繼續踢球 繼續玩玩遊戲 但是你沒有試過 因為你根本沒有心去試過 好 那接著之後 回考 Form 5 之後我去英國 那我就不是回考考得很差 收不到那些東西 其實是收回我的 成績接受的OK 但是 我始終會想擴闊眼界 特別是英文 就是 無論Medicine其他行業都好 英文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才過去 但是我絕對不是鼓勵你們走 我純粹告訴你 我那時候是走了這條路 那 在那邊 完了A-level 之後 我回來香港 CGHK 那裡 讀了一個叫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course 讀了三個月 那我那時候都一直有報其他 Medicine course 那因為我不想去英國 那我就 過其他地方試一下 那最後 轉轉轉 就去了 Melbourne Monash 這間都很好的學校 好 從下我收到offer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都 我是哭了出來 因為那一刻是很感動 因為 我沒有說到我中六 那時候其實是很辛苦的 就是 就是那時候醒覺了 中四五醒覺的時候 我中六七過去 讀得很辛苦 每一天真的十幾個小時 躲在宿舍這樣讀法 那你應該會有一些好奇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轉變 人家都會問 就是為什麼你以前 這麼頑皮 什麼都玩 玩齊了 為什麼最後會計劃你一條這樣的路 那Click 這個是一齣戲 叫做命運自選台 那Elon在我的歲數 它已經是一齣很舊的戲 所以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聽過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沒事做 搜尋一下命運自選台 這齣戲 他很快就說 這齣戲就是說 他有一個remote control 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想做的 他按一個按鈕 就飛過去 那麼他就 飛完他的上課 讀書生活 有時候一門這樣飛 甚至大過 拍拖禮 老婆 一門他就飛過去 但是他原來這個就是不懂的 一飛了 他每次再做同一件事的時候就會飛 然後他飛一下 就是整段戲這樣說 他有什麼miss了他的人生之後 最後他突然醒來 他就已經老了 七八十歲 整個肥老的坐在那裡 很有成就很有錢 但是他發覺他跟身邊的人 沒有了聯絡 因為他飛那個過程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robot 他跟他身邊的人 沒有了一個interaction 變成他身邊的人 已經不疼他 離開了他 最後他就是 自己的爸爸死了 自己身邊的人不要他 然後他就很後悔一生 然後最後他就醒了 原來自己做了一個夢 那這個橋段真的涼到木 一著涼 但是呢 我看的時候 很有感受 可能這個age未必會有感受 但是你去到某個位置 你會開始有感受 因為你會開始想你的將來 你會想究竟你將來想怎樣 站在哪個位置 你大概想做什麼 你會覺得 這麼長遠的事情 遲些才想 其實這個concept很錯 你現在不開始計劃你將來 你將來真的會後悔 那朋友和身邊有很多人的影響 就是可能有些我的偶像 他們做的某些事情 會令到我覺得 真的要想想前途 不可以好像現在這樣 天天在這裡玩 什麼都不想 Family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想想你老母 有些操作 你媽媽和爸爸 在這裡照顧你這麼辛苦 二十幾年為什麼 他們沒有義務照顧你 他們可以不理你 對不對 但是他們都很疼你 都比你在這裡讀書做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爸爸媽媽都很疼你 你真的要想想你 但是我如何報答他們 就是給心機讀書這件事 其實就是他們最想看到的 那麼 另外 興趣 還有想將來 這個 照字面意思解 那麼 那麼好吧 move on to 真的 MBBS Medicine and Surgery 這個 course的 structure 大概怎樣 還有你怎樣進入到這一科 那麼香港 只有兩間讀醫的學校 Cornu和CU中大 他們主要不同 就是Cornu 行一種叫PBL的制度 就是說你每天上課 有些tutorial 你會為一個十個人做的group 那麼Professor或者Tilter就會給你一個case 然後大家discuss 大家好像一班junior醫生 大家做research 然後拿一些資料出來討論 大家給個diagnosis 給個診斷出來 再談談談談談 那麼Tilter會導致你們 那麼整個過程就好像一個 junior的醫生這樣 就挺好玩的 那麼CU呢 就PBL這件事情都有 但是去到後期一點才有 開前期就會比較 上多些lecture 那麼我也是不講太多 因為大家始終更早 那麼六年的program 兩間學校都是3加3 就是說三年preclinical 就是說你自己大部分時間 都是上tutorial 和坐在lecture 你就不會去醫院住的 會有少許這樣的experience 但是不多 之後那三年呢 你基本上三年都是留在醫院的了 就是你真的穿著 一件很帥帥的白色袍 然後你就跑去看patient 跟著那些醫生這樣在那裡巡房 看症啊 學習啊 這樣子 一年的houseman 就實習 那麼你那一年呢 很辛苦的 我還沒做到 但是每個人都說很辛苦 因為你會做很多很basic的東西 文書的工作 那麼跟著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 你想走哪條路了 你喜歡內科還是外科 那麼六年的training 聽到我很恐怖 然後再一年 再六年 那麼當然你那六年 其實已經在做事情 有錢收緊的 但是你就要保持著 要進策一下自己 要讀書 要看你想選什麼專科 之後就會有很多其他 再年級的位置 那麼大家不用知道 那麼 那怎樣進入 那麼 我細分 就是我分了做五個 怎麼說呢 我想了五個 覺得比較重要的東西 去 去給你 計劃你自己的前途 不一定是specifically medicine 是純粹說 你如果跟著這個東西去做 做到的話 其實你除了 medicine 很多其他科都會選到 因為我肯定不是在座 每一位都是對這個科有興趣 所以我不想focus太多 想分享一些 就是類似讀書心得這樣的東西 那麼 sacrifice 就是犧牲 你真的要犧牲很多時間 就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人家做了醫生 為什麼人家做了律師 為什麼人家可以成功 為什麼人家成功 你有沒有想過呢 你有沒有想過他背後犧牲了多少時間 就算一個鋼琴家在台上 彈了一首五分鐘的琴 他分分鐘可能在背後練了四五個月 甚至整個練時間都不奇怪 我們只是懂得看人最風光的面 沒有想過人家最辛苦的時候 是怎樣過的 所以你肯捱這個辛苦 你就可以 expect你自己有這個一定的成就 那 就是 講回讀書方法 有什麼method 每個人方法都不同 你抄 抄technology 看 可能看很多次 flash card 寫一些細細章這樣的紙 一頁頁這樣揭 問回自己問題 type 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電腦 但是通常 都是上大學才用電腦打字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是repeat 就是為什麼要說 一定要repeat 就是你的腦子怎麼學東西 就是重複再重複 如果我跟你說一次 我叫朱子文 其實你明天已經忘記了 但是如果我在PowerPoint 又上個 corner 加我的名字 每一頁都加的話 你一路都會記得我叫朱子文 所以我只是想強調repeat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 因為你以為你自己記得 其實你已經忘記了 你一定要迫自己repeat 今晚回家repeat 你今天學過的 weekend repeat 你那個禮拜學過的 如此類推 就是考之前 都是要不斷做兩件事 ask and test 就是說你 最好問問你朋友問題 叫你的朋友考一下 你 make sure 你自己的knowledge 還是fresh 就是 還有你有時候可能會以為自己讀完這些東西 朋友一問你那些問題 你就 realize 自己有些東西是未熟的 correct yourself 就是說如果你發覺這個方法真的不對 這個technic方法錯 這個讀書方法不對 你就轉了 大家現在還是 form 3 其實還有很多時間給你去轉 所以你趁現在要嘗試不同方法 find out什麼方法 最適合自己 考試 考出來的成績最好 第二件事 看遠一點 就是你聽到我整個talkies 我也是叫你看遠一點 去開始想想前途 因為到你長大了 要找工作 要寫履歷表的時候 你發覺你自己把履歷表空 好像什麼都沒有玩過的時候 你已經太遲 你不是一年之內可以做到的 我現在都後悔我小時候 玩得不夠多科學活動 這樣之類的那些 那要很 organize 就是 organize 今天做的事情 明天做的事情 甚至是你將來想做什麼 這樣每一步 plan 我不是只在說讀書 當然讀書固定重要這個 stage 但是我會覺得你可能 spend 70%的時間讀書 另外30%你是要做其他事情 你要玩 但是你要選一件事情 玩得來是對你的前途有一點幫助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踢球 OK 你能不能進入校隊 你能不能進入區隊 你可不可以參加更多 跟這些有關的 就是我小時候的講據 你可不可以寫上CV 就是既然你也是玩 為什麼你不做一樣 你玩得可以對你前途有幫助的 就是我以前喜歡彈琴 我真的彈到會去參加一下比賽 或者考級 那你最後又可以寫上CV 那帶過別人請你的時候 他知道你不僅是死讀書的人 知道你是一個做到事的人 那當然 給大家一些例子 大家有什麼可以玩 我自己中學的時候 是玩了Red Cross的 就是紅十字會 有一個 CNLIS好像沒有紅十字的團 那我就在外面參加了YU13 在一個公開團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玩一下 有沒有人是Red Cross的 有沒有人是同軍的 同軍應該多一點 是啊 那就是 為什麼要玩這些呢 就是 大家讀男校跟男生相處 你出去跟女生相處 那又可以給你一個機會來追求一下女生 但是就是你在學著Skills 你在學著Social的Skills 去到這些場合的時候 給你多很多機會 去在一群組裡面站出來說話 你學到那種CV 真的不是你書本學到的 那JPC是少年景信 這個我沒有玩過 但是另外一些 那參加一下學生會 做多一些義工 這些東西 學到這些Skills 你當時覺得沒有用 你長過你才會明白其實是有用 你也會明白這張CV 絕對是有幫助的 還有增值自己 就是你自己現在喜歡做什麼 例如我說Music Sports那些東西 增值自己 你玩很多樣不同的東西 你現在還試過很多樣不同的東西之後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不斷試真東西 你要開始找幾樣東西去轉 去進修一下 就是要確定自己的東西上到一個更厲害的 level Stay motivated positive 就是說 其實你之後那條路 你未必100%喜歡 你多興趣 那些東西也好 你可能有些時間你會不喜歡 你一定要確定你做多一些東西 讓自己保持著 不要說很depress 因為很多醫生其實有抑鬱症 有焦慮 有躁狂症 那些東西 就是因為他們不會放鬆自己 那好像我剛才說 Quality 大於quantity的意思 就是說你選好了你喜歡提起音樂 你選好了你喜歡拉小提琴 你就去做了 你試過幾樣東西 大家吃一點就OK 那你小提琴你就去考一下級 看看可不可以 和別人合奏一下 玩一下比賽那些東西 你這個是後期一點點的 如果你學多些東西 你開始考得成績好 或者你本身成績好 個人開始厲害的時候 千萬不要囂張 你記得要 堅持謙虛 你要學 你要在你身邊每一個人學習 因為你身邊每一個人隨時都可以 教你很多東西 未必是正面教材 甚至是反面教材 我都會在我身邊 朋友做錯的東西 或者他一些很不好的personality 自己看到自己會不好學 那但是最重要呢 其實是在你的師兄學習 不是玩我自己 可能我會和你們隔得有點遠 如果你認識到 你們現在還在聖路里士師兄 你真的要在他們身上學習 他們經驗多過我們 想的東西 看的多過我們的時候 他能夠給予的指示 不是你自己坐在那裡 會想得到的 所以很重要 就是和你們的seniors 保持著一個好的朋友關係 那當然 你Hammaritalia 你都願意教別人 當你去到一個stage 你自己懂得多東西的時候 你不是收拾麻麻 你要教別人 因為你在教別人的process的時候 你reinforce了你自己的knowledge 因為learning分很多stage 你一開始很superficial 自己背東西看東西的時候 但是你去到一個stage 你可以完完整整 告訴別人你學了什麼的時候 代表你已經很熟悉這個concept 這個是最high level的learning 不只是medicine 其他東西都是這樣 我說take half a step ahead 就是叫你去prepare 定你將會學的東西 不是叫你全部讀完 你去看定多一點 到就是上學了 老師大家教學的時候 你講你會有印象 但是還是要記住 還是要謙虛 不要覺得自己懂了 就不聽 那這個是我剛才講的那個level of learning 是一個learning theory 那一開始就是那些superficial 就是基本的stage 之後你去到明白了那個concept 那你就開始運用去教別人 教自己 如果你沒有人給你教 就是當然你不可以學完之後 每天跟朋友在那裡教 我教你 我教你 他都覺得你煩了 你在自己的腦裡面 告訴自己你 你現在學了這個是什麼 如果你沖張下涼的時候 發覺你根本講這個concept 講給自己聽都不清楚的時候 就是說你還不夠熟 那是啊 講了很多 我講了多久 是啊 差不多了 那 in a nutshell 就是將全部東西放在一起 我只是想講 如果你喜歡 有些興趣對這部的話 你會發覺你一定會喜歡這部 就是我沒有見過人一開始 我沒有見過 比較少的人一開始喜歡之後很不喜歡 大部分人都是 進了這行之後會更加快樂 你真的會越來越喜歡 但是你一定會願意犧牲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就是 很難 就是你很難想像你要犧牲多少 但是你喜歡的時候 你會覺得值得 就是你會覺得值得的 是啊 很辛苦很長的一條路 就是剛才我都講過 6年之後 一年再6年 這樣子 我說到好像很難這樣 但是其實我不是真的那麼難 就是你要讀的話 那你Medicine 那它還要收人 你只要很努力 其實真的一定會讀到 這個是我一開始講過的 不要覺得Medicine 這個科是很窄的一條路 就是你進去 你還有很多專科 很多行業在我講 其實今天比較少時間 如果不是我也想 就是講幾個大的專科 給你們知道 其實你就不只是 天天在看症那麼簡單 你身體很多個器官 其實是幫你做Medicine的一件事 就是你例如眼看東西 你看人家身上有什麼徵象 你看X-ray 你看心電圖那些 一條線 那些動一下動一下 全部都是在用你的眼 腦 這些不同的Skills 聽東西 聽心聽腿 這些全部都是 那這個是 只是想講一下 就是不只是Medicine 最重要是開心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最重要是 你最喜歡享受他做的 如果你真的不享受那份工 你不享受Medicine 那你不要進來這裡 這個最重要 現在 我說現在就是現在 因為我很後悔 我小時候 很遲才遇到一些 點醒我的人 那所以 自己中學那些事情 做得不夠好 但是那條路就越來越好 難逛 所以 現在做好了 大過就不要再後悔了 那 另外三字碎樣最重要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在講三樣情 再加事業 那事業最重要 然後就是有你的親情 友情 以及愛情 那愛情呢 現在真的不要放這麼高的priority 忘記你的愛情 拍拖那些 不要拍那麼多拖 然後呢 但是親情呢 真的要記住 親情和友情是最support到你 這條最辛苦一路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方法畢業的時候 寫那本graduation book的時候那一頁 那我其實 我打不到中文 所以我就cap了這一句 這一句呢 是好點醒我的 人生的理想就是理想的人生 就是你at the end 你大了之後 你想做什麼呢 就是你現在要開始plan的事情 不一定是 就是每個人都不同 不一定是有錢有地位那些才叫好 理想是你自己define 你自己怎樣開心 怎樣的人生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說還想知道 什麼medicine aspects的東西 那我就交給下一位講演者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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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給了很多提點給大家 無論在讀書的方法 做事的態度 或者是medicine的前景 那